iPhone 7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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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Miss Bishop Bang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 13個iPhone 7 iOS10的隱藏性功能 我相信iPhone 7 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很多人手上都又拿著一個iPhone 7了 但是呢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都還不是很真正了解 iPhone 7的新功能到底是 要怎麼運用iPhone 7 那我希望這13個 iPhone的隱藏性功能 可以幫得到你啦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頻道的人 記得在下方點擊訂閱的按鈕 每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9點 我都會準時為你們收上 我最新的視頻啦 那如果覺得這個視頻還不錯的話 記得把它給轉發出去 讓更多人了解iPhone 7的功能 我希望這視頻可以得到100個讚 請大家多多幫忙 那我會更有動力準備更多 很棒的視頻給大家 不及遲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要教大家的是 快速充電法 我相信很多iPhone的用戶都會很煩惱 手機的電池容量很快就沒電了 那我現在教你們一個方法能快速的充電喔 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在充電的時候 啟動我們的Airplane Mode 我們的飛機模式 那除了啟動飛機模式之外 你也可以開你的WiFi 那樣的話就能快速的節省我們充電的時間 很快我們電量就能充的滿滿的喔 第二個要教大家的就是 搖晃的方式來刪除我們的字體喔 現在呢我們不需要一個字一個字的刪除掉我們打錯的字體 那只要輕輕的搖一搖 那我們就把錯字直接刪除掉 那我現在教大家怎麼用 現在我打了一串字體 那我不要呢我只要輕輕的搖一搖 那它就會出一個Undo Typing 那就是說你可以直接刪除掉你全部的字體喔 是不是非常棒呀 第三個要教大家的就是 可以暫停我們手上正在下載著的APP 那我們又不想在戶外的時候呢 用著我們自己原有的移動數據服務嘛 那我們用很多APP要更新和下載 現在iPhone G的功能呢 是可以讓你暫時暫停你正在下載的APP 如果我們在室內有無線的WiFi可以用的話呢 那我們就盡量少用我們自己本身的移動數據服務嘛 那這樣可以高效率的節省我們自己本身的移動數據服務呢 快速的被用完喔 那要怎麼做呢 現在我們下載一個全新的APP 那你們可以看到現在我是沒有WiFi的Connection的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正在下載著了 那剛剛呢我只要大力的清點一下呢 它就會出現一個Pulse Download 那我只要按一個暫停到的呢 按這個Pulse Download呢 它就能幫我暫停我在這個APP的下載 那如果我有了WiFi的Connection 那我要回覆之前下載的動作呢 只要再回去大大力的給它按一下 然後它就會出現一個Resume Download 你只要再按個Resume Download呢 那它就會繼續Download你的APP啦 我自己本身的移動數據呢 就要快完了 你最近真的是看了好多視頻 在一直在不停的選新 剛剛我就收到一個信息告訴我說 我已經用了75%的移動數據了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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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要教你們呢 是很棒的筆記記錄模式 上文區最新的功能呢 是讓你更有效力的記錄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喔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筆記本查看 我們是否完成當天我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 非常的簡單 我現在教你吧 那我們現在去筆記本 選一個全新的記錄項目 然後在下面選一個打咕咕的模式 現在我寫著一些我旅行要用的清單 來確保每樣東西我都收齊在我的行李包裡面了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我只需要確認一下每樣東西我是否收齊 那是不是非常的實用啊 給它一個讚 那第五個iPhone7的隱藏性功能呢 是有指南針水平移喔 平常我們在做畫和貼海報的時候呢 時常會擔心不平衡 那如果我們把海報貼的歪歪斜斜 把我們物體畫的歪歪斜斜了 那就不好了 那要在哪裡找到它的功能呢 那我現在就教你吧 那我們只要把我們指南針的功能給開出來 然後往左邊給刷一刷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巨星的功能啦 那你看到它已經亮了青色 那就代表已經平衡啦 對於一些藝術工作人員呢 我相信這個是很大的幫手喔 那第六個要教大家的法則是 節省電池用量和移動數據的方法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了預防我們的移動數據呢 一直在啟動著 同時也預防我們的電量呢 用的非常的快呢 那我們隨時要有一個習慣 面紙書一登錄之後呢 將我們的面紙書和Instagram給登出去 順便呢 我們也要隨手做上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 隨時 把我們一直在用著的東西呢 給畫上去呢 那就能解鎖我們電池用量喔 是不是很容易又很棒啊 第七個要教大家的也是 解鎖我們電池用量的方法 那我相信用iPhone的人都知道 到我們電池只剩下20%的時候呢 iPhone就會問我們 是否要啟動我們 節省電池用量的模式 那我們只剩20%的電池用量的時候 才啟動呢 是不是太慢了呀 那要怎麼啟動呢 非常簡單 我想要來教大家 我們只要去我們的setting 然後切我們的battery 我們會看到一個low power mode 我們只要隨時將它打開 那我們都一直在用這 節省電池用量的模式啦 那記得一樣就是我們在充電的時候 千萬不要打開 節省電池用量這個模式喔 那會讓我們充電的速度大大的降低 那你看到low power mode下面 是一個battery percentage 那我也建議大家啟動battery percentage 那樣呢 讓我們知道我們自己電池用了多少% 那我們就要時時刻刻警惕 那第8和第9個要教大家的是iMessage的功能 iMessage呢在iPhone7 iOS10加了更多讓人家振奮人心的功能 iMessage呢是給一些iPhone的用戶 而且大家都是用著iOS10的用戶呢 那才能一起互相共用一種上網的聊天模式 iMessage的功能呢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 它比我們現在用的WhatsApp啊 WeChat啊都更加有動畫的概念玩起來 真的讓你很開心 iMessage呢是沒有收費的 只要在你的網絡狀態下呢都能使用iMessage呢 那我現在來教你們到底要怎麼應用 你可以看看呢我只需要打橫的模式呢 也給我另一半的手寫動畫字體哦 那只要按一個發出就能發出了 那對方呢是可以看到我在手寫的動畫的過程哦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大家看看我還能用手動的方式去畫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那我可以選擇我喜歡的顏色 那我只要用兩隻手指輕輕的點一點呢 是會出現一個嘴唇硬的 那這個動畫模式呢只會保存兩分鐘 除非你按了Keep呢 這個按鍵呢它就會一致存在 那如果我用手輕點的話它是會出現眼鏡的模式 我用兩隻手按著大力一點呢它會出現一個星形 兩隻手大力一點畫開的話呢 你就會看到一個破裂的星形啦是非常傷心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我們可以打一些我們喜歡的肢體發給對方 我們可以在那個肢體雙擊兩下呢 那你可以出現你的想法 可能你覺得你在開一個玩笑 你不想把玩笑開得那麼大呢 你就可以加一個哈哈很搞笑 或者是I'm just kidding這樣子之類的東西 來讓我們的文字肢體呢不會讓對方誤解我們的意思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那你還可以把一些視頻發給對方 同時你可以在視頻呢畫一些你想畫的東西 那它都會變成一個動畫的模式呢 把你畫出來的東西寫出來的東西呢 一筆一畫呢都呈現在視頻裡面 非常的有趣 給它兩個讚 第十個的隱藏功能呢 是我們可以在相冊的尋找我們要找的類型的照片呢 那它都會自動的跳出來哦 現在的數碼功能呢真的是已經非常非常的發達了 它能辨識我們照片呢到底是在拍著什麼東西 iPhone 7呢 iPhone 7呢就已經有那樣的功能了 我們只需要去我們的相冊 然後尋找我們要找的東西 或許我們能找一些食物 我打一個Food 食物呢就有112個照片 那我很奇怪為什麼 New Rod隱形的胸貼會當成是食物 可能他以為是一個食物啊 那其他呢都是還蠻正確的 有時候我們要發照片給我們輕盆器友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要上傳一些照片去一些社交媒體 我們不必要花費那麼多時間呢 去上上下下的尋找我們要找出來的照片 第11個的隱藏功能呢 是可以啟動我們的放大模式 我相信這個模式呢不只對一些老年人有幫助啦 有時候我們 那有時候我們要看一些微小微小的東西 那光線度又不夠 非常的暗呢 那現在iPhone 7呢 iOS就有這個功能啦 那要怎麼啟動呢 去Setting 然後我們再去General Acessibility 然後呢我們只要找一個Manifur 然後我們把這個Manifur呢啟動它 那怎麼使用呢 那我們只需要在這個HomeBug那邊按三次呢 就能啟動我們的放大模式啦 那可以看到那是能放到非常非常大的 然後我們可以換成其他的顏色 那對一些光線不足顏色不鮮明的地方呢 那你就能更有效更清楚的看到一些微小 微小的細節的東西啦 那我們可以把它給記錄下來拍下來 儲存在我們的相冊裡啦 那我們也不用擔心 存在我們腦海裡 會把它遺忘啦 那第十二個要教大家的隱藏性功能是 iOS10呢可以調節我們手電筒的亮度 那我相信之前用的iPhone的我們呢都很清楚了解到 如果我們開手電筒亮度呢是統一的 那就不能調節大小 那我們會擔心它非常的刺電 現在呢這個煩惱呢就能大大的降低啦 那要怎麼調節呢 下一句教你 我們只要回到準目錄 然後開啟我們手電筒 然後你大大的按下去呢 它會出現Broad Light Medium Light或者是Low Light 所以你可以選擇非常低的亮度呢 還是要非常高的亮度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明顯的不同啦 那iOS10的功能呢是不是更加的貼心啦 那最後一個要教你的就是 快速的選擇APP的四個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能快速的進入我們需要使用的功能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吧 那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面子書那裡 按久一點呢 它會出現 Share Facebook GoLive Upload Photo Foto 或者是Light Post 那直接在這裡呢 就能選上我們直接要做的東西 你看我直接按一下 我要在面子書上寫的東西呢 都能直接跳到我要的畫面裡 那除了面子書呢 我們還可以選擇Instagram 按久一點 Instagram呢 會出現 Share Instagram Direct Search View Activities 或者是上傳我們最新的照片 我相信除了這些之外呢 每個APP都有它的功能 那從今天開始我們 一起做個iPhone的達人吧 如果覺得這視頻還不錯 一定要把它給轉發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這個iPhone的隱藏性功能唷 當然還沒按Line的你們 那是否要給我點擊按個讚呢 謝謝啦 那新朋友 舊朋友 還沒得到我擁抱的人 現在我就給你們大大的擁抱 謝謝你們一直支持我的頻道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